解放軍機又來了 這一回共軍派出的是 鹿板死神無人機 首度以順時針的方向 繞行台灣 他們要打過來了 他們要打過來了 台灣要滅完了這樣嗎 我現在 是嗎 你怎麼會這樣嗎 就有一點緊張吧 小緊張 國防部應該要 做點事情 對 對他們發出警告吧 對吧 警告他們 驅離他們的動作 教訓他們 你可以教訓嗎 可以教訓嗎 我覺得很煩啊 是在繞什麼意思 繞了其實 大概沒反應 他是想要警告台灣人 但其實大部分台灣人都沒 你看大家也正常生活啊 對啊 他們飛也不能就是 也沒有辦法說 你們不准飛喔 這樣子啊 反正 那個飛機有錢 不是我們出就好了 對他們繞是他們家的事 因為 因為如果真的打 我們應該也打不贏啦 所以 就他家的事啊這樣 我們可能只能感受到 一點點危險 就是我們可能要被攻擊了 對 但是趕快去躲起來這樣子 我也很怕 就是可能 我們未來 可能明天或是後天 或是 甚至是可能後兩年 就只有突然這樣子 那 我覺得現在比較害怕的是 那個未知性 就是對未來的未知性 就不曉得到底是怎樣 也不能怎麼辦啦 就是 感覺 就只能讓他這樣繞而已 以前年輕的時候 就打過來就跟他打啊 那現在打過來就覺得說 因為我有小孩了 小孩可能下個月要出生 欸這個月要出生了 那我就覺得說 如果要打起來我寧可統一 我是比較激進啊 就是我覺得 如果真的要打起來 我就寧可統一 公共其實現在 他現在要打起來 只是一個司令而已 然後台灣真的要守嗎 我覺得 可能守不了多久啦 就積極的保護自己 但也不要做太激進的回應 我比較理想的狀態是 就維持一個 和平的關係就好 就是 因為我覺得發動戰爭 是最最最最 最不明智的決定 對啊 如果真的要打 可能是打資訊戰吧 就不要 就不要發發動 是核武什麼的啊 對啊 我覺得這樣子 就是兩輩人民都會受傷 他就 就是一直越接近台灣 這樣台灣會有點 威脅 對 威脅 國防部有沒有在一些 危機儀式有沒有興起這樣子 覺得還是會 多少會擔心吧 因為像現在 烏克蘭不是 他們也在 就打仗這樣 然後就覺得 就是死傷 好像滿慘重的 兩岸情勢一定會 越來越緊張 我覺得 這件事情是 無可避免的 我真的很怕 我真的很怕 我就是想要好好 在台灣 當台灣人 好好過完一生的這種 我不想要 我不想要有什麼 打仗之類的 我也不想耶 我想要 對 好好的結婚生死 就好了 好好的台灣人 台灣人 台灣加油 這也不是第一次啊 對 所以其實 也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可能聽多了吧 一開始是覺得 好像有點恐怖 他們的事情要打過來 然後後面就覺得 他們也只是繞一繞 也沒有幹嘛 我三十歲以前 都是投的民進黨 就是我覺得 就是 真正打仗才會 貧富差距才會縮小 結果現在發現 打仗有錢人 找到百分之 都跑光了 都是我們這種 死窮鬼去打 對不對 對啊 所以三十歲以後 我寧可就是 我都投的 就是 輕忠一點的 我寧可統一 我不要打仗 打仗是我這種句詞 沒錢的人去死 有錢人都飛到國外去了 有年輕表示 兩岸之間 還是要保持和平 不要發生戰爭 台灣加油